不能不说,现在的汽车市场,国人的审美越来越挑剔 可能说去年还流行风格,今年就已经过期无人问津 汽车厂商能做的只能是预测消费者的喜好变化 而在其中把握比较准的品牌,例如大众丰田这些老牌厂商,都是销量年年前牌 然而也不是每个车企都能这么好运 还有一个较为老牌的车企实力其实并不弱 但是由于不能准确地抓住消费者的内心 这些年正在被边缘化,淡出国人的视野,这个车企就是陵木 其实陵木在早年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奥托也是一代神车 但这些年市场变化越来越快,跟不上节奏的人自然会掉队 现在的陵木已经不复当年的辉煌 今天我们讲的就是他旗下的维特拉 维特拉这个系列在国内的处境现在其实就是 本身品牌影响力逐渐下降,销量递减 又要对付越来越多的对手,虽然价格较高 但是作为小型SUV还是能和别的日起车型掰手腕 其实维特拉的问题也不是其定价 而是缺乏对市场风向的预知能力 该车在外观方面如果放在前些年一定会有不少的拥挫 流线式的设计加上双辅式的进气格杉 令得整车看起来更加宽阔 但在现在,整个市场的风向就是家常 还做标准型却是有些不质 内饰方面也保持了陵木过去的风格,并没有出彩的地方 但是该车的亮点其实就是在内部 两个款式分别为1.6T和1.4T发动机 最大马力分别为140和122 并且还在某些特定款式上增加了智能全14区这一设定 无疑为该车增添了不少全场景适应能力 更有该车在跑某些路段时 甚至可以达到每百公里油耗仅为4升 大约每公里还不到三毛钱 总之这样的一款车型也是令人头疼的 毕竟内部的强大还是得长期驾驶才能体会 在售卖时会有不少的劣势 不过好消息是近期的价格会有所优惠 最低9万元左右在这个价位也是比较推荐的款式